为推动李林长 社区公益人士 职工团体等加入温馨天使的行列 林口区公所特别在四楼礼堂举行温馨天使训练课程 期盼能强化高风险家庭的关怀 降低家庭的风险 同时强化市民互助有爱的精神 非常感谢我们在地的几位李长还有林长的参与 另外我们今天也保养了14位的一个基优的温馨天使 他们有一些是针对区里内的一个弱势毒老个案进行长时间的关怀 有一些是即时的通报 可能有自杀或者是濒临 家庭陷入困境的一个弱势危机家庭 非常感谢这些温馨天使这一年来的一个协助跟通报 社会课长李俊杰表示这项课程是参加训练的温馨天使 能透过课程的介绍认识高风险家庭及服务技巧的操作与运用 并使温馨天使的主苗能够扩散照亮每一个角落 希望我们的温馨天使可以在社区在林里间发挥守望的功能 及早发掘并且通报并且连结相关的一个协助资源 降低这些家庭陷入危险的一个因子 公所希望透过温馨天使实际的参与和宣导 让一些有高风险或家暴而虐的家庭及时获得关怀和援助 以避免儿哨身心受到伤害 同时培育量化主动发掘的种子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